早安,很好的Bruce Lee Always be yourself, express yourself, and have faith in yourself Do not go out and look for a successful personality and duplicate it Always be yourself很重要 包括自己在這裏做很多事情 Be yourself才能夠感覺到authenticity 人家會感覺到你的真誠 現在站在牛頭角度 這個15號到現在是星期一的早上 大約9時20分,12月4日17年 轉圈給你看看牛頭角度 那裏有個西九龍文化中心 這裏有一個東九龍文化中心 不知丟四十億或怎樣 這裏剛才波叔賣給行龍 就賣了五億四 好像是街寶、家屍套 因為這就是前排的時候很不幸 那不是你倉事件 那整棵東西應該就 行龍好像拿回84%業權 現在都會再重建 你看看,我再轉給你看 這裏外面人來人往 現在只留了九點多 但平時是人來人往的,很厲害 我現在帶你看這間店 就是在這裏 行行行行行行 這個倉 在裏面有一間倉 就成交了 地址就是9… 頭角度15至19號 第18號鋪 就是一個倉 大概500呎 成交價1000萬 看看旁邊都是一些 快餐店 鐵打罐、中醫館 有間茶餐廳 現在上早有些未開 拍一下這裏 上街 給大家知道 租金是21000 回報2.5L 1000萬 一個倉縮進來這裏 這個叫做嘉禮大廈 已經是一個Lobby 嘉禮大廈 在這個位置 看看圖 門闊十尺 深的時候 大概四十五尺 我估計 這間 就是這間的店 你看看門口 就是這個倉 這個倉 稍微看看這裏 附近的環境 不是只有一個知智 拍一眼的 走了 我走了 因為有一宗事成交 我們走過去了 拍完了 不是 我自己做空貨 可以走這邊 這裏走過去 這是一個倉 OK的 你看看 旁邊快要重建 如果旁邊重建 不知道在什麼工廈 行龍起得也不會差 穿過來這邊 這就是另一個商場的入口 看看 這邊 舖的後面 就是這間美容院 整間店鋪 進來這邊 再出去 就是牛頭角度 大家只有一個知智 總之 穿出去 有時真的要帶你走過 整條路 你才感覺到店鋪的質素 這個位置 做過倉 現在就做過倉 老實說 日後如果對面的工廠大廈 重建了 做餐廳 做什麼行業 一定有個需求 今天就差一點 但我又覺得有個前景 而且牛頭角度 我覺得OK的 人流很厲害 他就縮進你一點 之前有幾間店鋪 一邊成交都成2000萬 2000萬 好像大間一點 但過大1000萬 和2000萬 價錢相差很遠 所以我覺得OK的 接下來 東九龍文化中心 2022幾 不知幾多年 落成這樣 Anyway 大家都知道 現在出來了 牛頭角度 到了九點鐘 人來人往得很重要 我以前讀柏德小學 在比賽 我經常在牛頭角 淘汰 好 以我給我分數 就要1000萬 我覺得OK的 兩年多回報 不高 並不是貴 1000萬 始終有分獎 但我形容一個五分位 這五分位 有前景 這不錯 大家繼續參考